首轮另外一场比赛 北京男排主场迎战河南 最终他们以3比0战胜对手 收获新赛季的开门红 上个赛季冠军北京男排 此意身穿黑色队服迎战河南队 本赛季北京男排引入了三名外援 其中续约两名副公 霍尔特和马克西姆 并且新签下了上赛季效力于河北队的二传游礼 本场比赛 马克西姆首发出战 第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将直阶段北京队依靠唐川航连续扣球得手 将比分拉开 以25比21拿下首局 还可以 但是还能做得更好 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可能好久没有打这种这么兴奋的比赛了 可能还是有点紧 有些出球还是显得仓促一点 但是大部分总体上还是可以 第二局北京队开局便依靠发球取得领先 年轻的河南队这边也十分的顽强 敢打敢拼 始终追赶着比分 北京队在网口实力和小球处理上还是更胜一筹 以25比17再拿一局 两局在手的北京队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一鼓作气以25比19赢下第三局 大比分3比0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获得联赛开门红 我觉得今天想的比想象的要好 队员在场上还是准备了很多困难吧应该说 就是也是在非常的踏踏实去打球 很客观的时候 河南队比较年轻 给我们的技术压力呢 其实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可能也是今天发挥比较顺利的一个原因吧 下礼拜跟山东队的比赛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量级的对抗了 我觉得会非常困难 我们这一周吧 我们要好好地去准备 准备这场球 后面比赛肯定是越来越艰难吧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抱团吧 勤勤勤力去打吧 奥运冠军张佳琪也来到现场看了排球的比赛 赛后也和队员合了影 小球迷们也纷纷找队员签名合影 新赛季恢复了主客场 队员们也非常的兴奋 恢复主客场以后感觉特别兴奋 毕竟能看到球迷来给我们加油 然后能感受更多的主场氛围 然后有观众打球 感觉更好